曾經有某個學者 他有個言論 他說態能板是不可行的 他說生產態能板 耗費的能源 比那個態能板 從產生的能源還多 我現在跟這位報告 這個很觀念 跟想法 還有像是我們說的 絕對是錯誤的 他有很多 有很重要的研究標誤 大概有算 實際上生產 碳能板所消耗的能量 同樣瓦特素的能板 所消耗的能量 用同樣的碳能板 來發電 0.8年 就回省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能源局提到 不要什麼都靠政府 這個我也很有勇敢 那麼 我要講的就是 太陽 這個評估幾個再生能源 你剛提到風力發電 它的用問題就是 確實是 噪音比較大 這個當然就會影響 你覺得均勻的抗爭 反正的環境 生殖能源 問題也很多 你種植了很多東西 玉米、甘蔗、甜菜、豐果 那麼會來產生 會排行到其他重要的糧食 那我自己在這個領域很久 以前在教書 教光電方面 我跟周圍報告 一個核能電廠 大概可以蓋五個電子 這個 火力發電子 那現在 火力發電廠兩年蓋一個 核能電廠 一個要蓋四年 那現在一個核能電廠 大概可以蓋差不多四個 很大的 這個 太陽能發電子 我可以跟周圍講 太陽能發電的技術 跟以前已經不可同而言 這個技術是絕對完全可行的 那它的成本也降到了 很可惜 就在十年前 一公斤的這個 Polysilica 這個Roe Materia 是五百塊美金 現在一公斤 十年而已 十七塊美金 它的成本已經很快速降到 這個 很接近這個 4th year 3 產生的這個 存在 那 剛剛提到這個 能源會議 我覺得政府 大家都很認真 在這裡 可是 很多事為什麼推不動 比如說 引能源這一塊來講 我為什麼一直承諾 能源其實是很重要 特別是台灣 因為台灣沒有能源的資源 不管是天然氣 是這個煤 石油 都是靠近 那太陽的這個光 的這個技術 光電技術 已經非常要成熟 成本業很低了 所以其實是很可惜 那 可是 為什麼很難推呢 就是既得利益 我講白了就是台電 那我想全世界的電力公司 都是反對 會抗拒 新的能源出來 所以台電反對 我們也不意外 但是最大的阻力就是台電 它給我們很多這個 比如說 這個 30k瓦 系統帶於30k瓦 你的價格就要去競標 你的系統如果帶於500k瓦 就要申請電業執照 我跟你說 有報告 加拿大是500k瓦以上 才要競標 日本 南非 這個 主要這個國家 美國 都沒有競標這回事 在南非 你要來設電子 電站 非常萬有 但是你至少 一個系統要20MW 每一個公司 可以設到75MW 第20MW 不准 台灣不是 台灣你是 要500k瓦以上 你就幾乎不准 因為你要有電業執照 你要曉得哪一張電業執照有多難 那 還很多 比如說他的線路 容量 他常常告訴你 對不起 這裡線路容量不足了 你不可以做50k瓦 你只能做30k瓦 等等 那麼你的房子 三年薪 你要交給台電所謂線路補助費 那天我們找到一個屋領 要蓋500k瓦 他說線路補助費 要收我們700萬 這個等等 反正總而言之 這個就是 那 台電反對 這個是很自然 因為他本位 可是你要很要注意 他的上行機關 經濟裡面 就要有這個GATS 政策一定要很清楚 而且要有這個GATS 全世界的電力 很多先進國家 都已經是發電的業務 跟這個線路在GRIP 跟網路是分離的 所謂的這個發電是自由化 網路是這個不會有化 很多國家都分離 像日本的電業 九大電業公司 根本都是民意 那 我跟這位報告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在台灣 這個Energy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是靠外來的 那 太陽底真的是可以用 它成本很厲害 那因為我 我們現在都是在找屋頂 都在找屋頂 那 難度貼近比較好 所以常常去難度找屋頂 那最近很感慨 發洩以後 就是說 很多很多的廢耕地 那麼年輕人不種田 年老的人種不動 然後再加上工作物 這個利率很長 所以很多很多廢耕地 那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廢耕地上 假如上面架高來種田 以下做精緻農業 也許這個農業的第二寸 又會來 那種一些高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 一個方向 那麼 明年總統先 臺電 是一個主義 我想 目前臺電 你剛才也講過 這個產生電跟輸電系統是一起的 臺電是沒有能力 所以我們如果要推動大量的太陽跟水用的話 你剛才講的就是輸電系統是活用化 然後輸電系統 就要做到 能夠很多人都可以接上去 網上需要電的話 就利用這個 輸電系統 利用他們的電 白天可以送進去 之前如果我們做不到的話 臺電一定是會阻止 因為大家要接 接到時候 往上臺電就控點 控點電 白天呢 你弄來電 所以現在是有很大的矛盾 我想臺電 除了他不利益之外 是沒有能力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 如果政府 真的要被動的話 可能要像輸電系統的改變 Smart Grid的建立 這個要好好的做 另外就是 一個單位 一個鄉村 或者是一個大學 到底能夠用陽光花店供給多少 多少能量 白天夠 晚上只夠 不過這裡 還到一點 剛才好像說 政府是不是開能源會 能解決問題嗎 我上次也參加行政院的能源會 把總統坐在前面 聽到我也講的時候 他跟我握手 說你講得比我好 我心裡是高興 或者是不高興 我也不曉得 而且問題不是我講得好 而是我們要去做 這一點是我們目前 非常需要 剛才我們也談到 問題不是藍綠的問題 剛才說很多議題是 公共議題要大家來參與討論 但是我們現在全世界有一個問題是 自己是能走過來之後 正如教宗講的說 科學跟技術的進步 沒有把貧窮跟飢餓的人 拉上來 而是製造了很多富翁 財富分配不均 我們的社會好像變成一個 不公、不義、冷漠的社會 這是大家 真的是要值得討論的 所以譬如說 我們這個很多國家的問題 發展的問題 年老的這一輩 再過上次也不在 那你們很多年輕人還在 所以來關心這些事 剛才這個 李部長談到 颱風的問題 他已經有能夠掌握 他剛才我擔心什麼 那裡颱風到台北 上天下了兩分子而已 或者這個颱風 兩天下了兩公尺的雨 下來的颱風 一天下了兩公尺的雨 如果一天下兩公尺的雨 台北是承受不了的 海拔平均只有七公尺 還是量太慢 所以我們問題是 非常非常嚴重的 除了海風之外 很多問題是嚴重的 但是我們民間 或者是大家在想的 跟企業在想的 如果我們不想辦法解決 一些推動政府的一面的話 這是很難做到的 這可能不是政府 或者是民間 而是大家來推動 但這個推動 如果我們的社會 還是不呼籲的話 很難做到 比如說 以前我們不是說 一場稅降到10% 我的很多企業的朋友 都說 李院長 你怎麼在看呢 很多台商的錢會被回來 台灣的經濟會很薄 我在這麼講 結果看到什麼 錢進來 大家都知道房地場 一平十萬塊的房子 現在漲到五六十萬 年輕人根本沒辦法買房子 沒有回國的人 會要討論到 下來可以買房子嗎 十年前 經濟不是那麼 那麼 不要的時候 但是還買得起房子 經濟好像成長了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所以大家要問的是 經濟的發展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所以政府常常說 這樣說 對經濟 經濟必有幫助 但是這幫助 是幫助財團嗎 幫助老百姓嗎 幫助大家嗎 這是我們要想的事 但是我也相信 如果我們一人一票 民意代表 能夠真正代表 大家的利益的話 我想李部長 請推動事情的時候 可能就不會拿到 那麼大的主力 這是整個 大二級數的改變 不過 我還是說 公信能力 但是怎麼樣把這股能力 配合在一起 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 這是我們 要為大家努力的 謝謝 我記得利益者來反對 因為他們還不曉得反對 因為法根本還沒過 現在問題是出在 這個法 國家的根本大法 並沒有變成我們的法 問題出在這 大家立法院 已經進進出出四幾年 永遠出不了 立法院的 不是跟這個裁判 反對一點 關係的 就是根本沒有把它當作 優先 優先法案 這個法案 過了公告 公告完以後 才會有後面的 有人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現在只能講很遺憾的 我們沒有把它當作 一個非常優先的法案 現在出了行政院的難道 我們希望 再做了很多媒體朋友 替我們外親一下 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把它 事實上早就應該列入 事實上已經列入 事實上已經列入 第二件法案 列入好久了 但是就是從來出不了一百年 這個是很遺憾 這個是很遺憾 這個法不過的話 其實後面很多事情 就沒有辦法 就是你要講國度 不要所謂的 這個明智的使用這塊土地 那根本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法院 所以目前為止 沒有很任何的壓力 是在我們自己 沒有把它當作優先法案